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 真正发菩提心 帮助一些苦难种子 要懂得引数 引数表演 深求做出来给它看 让它有所感动 长时间的训绣 绝不是一次就会感动的 那上上个人 要长时间 几个星期 几个月 几年 它明白了 在研究 声音行研究 帮助它开悟 开悟什么时候 不一定 完全是学人的更新 也就是 它的烦恼轻重 烦恼轻 容易开悟 烦恼重 比较困难 烦恼什么 放不下了 只要有放不下的 无论是佛法 是法 只要有放不下的 多麻烦 所以张家大师教悟 一定要看破方向 看破了解真相 真相是什么 空无所得 这个事实就在眼前 昨天过去了 不可得 能把昨天控制住 不让它过去吗 做不到 昨天不可得 那再告诉你 今天 前一个小时 不可得 再告诉你真话 前一秒钟 不可得 然后你就觉得 原来念念 不可得 念念不可得 那就把这个念头 写掉 我不执着了 我不分别了 甚至 我不起心 不动念了 就成功 到不起心 不动念 肯定 大车道 啊 明显 什么问题 全解决了 这是 凡夫修行 成佛 成菩萨的 关键 真地 于认识字 不认识字 读经多少的时候 天经多少 没关系 读经天经 是个真善语 你真能放下 一听 它会无 你不能放下 一听 还去研究 它的意思 你说得的 佛法的知识 不是智慧 你要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问 什么都不怀疑 一直念 这智慧 这是什么 这是你走 戒定会的路子 啊 因戒得定 我读经是得定 不是背诵 念变作自然会背 那是自然现象 自然中 自然下 啊 没有丝毫勉强 我并不想背诵 自然会背 啊 到那个时候 一开我 自然通达 全宇宙 过去 现在 未来 全通达了 这法子 就妙觉了 啊 现在如是道 没传人了 美好老死 怎么办 有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能出 高人 啊 能出 神仙 用现在的话 能出 世界 第一流的 专家学者 对 我 不是 我 是 感谢观看